欢迎来到白白国文 我是白白老师 那我们上次介绍过柳宗元之后呢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韩玉 韩玉的玉有前进胜过的意思 而他的字呢退之则有后退的意思 取一个刚柔并济进退得移的意思 那韩玉呢跟我们柳宗元一样都是中唐时代的人哦 可是韩玉的家世还有他的童年就比不上柳宗元那么好了 韩玉呢和大部分的国文课本作家一样 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悲惨的童年 韩玉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呢 他的妈妈就过世了 那接下来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又过世了 看起来也是一个天煞孤星命啊 所以韩玉是被他的哥哥还有嫂嫂带大的 而且他也和大部分的国文课本作家一样 一定要努力认真读书考试考一百分 可惜当时那个年代没有撒尿牛丸啊 他的近试考试考了整整四次才考上 但是当时候唐代的科举考试呢 你除了要通过近试考试之外 还要再考历部考试 但是他的历部考试就是怎么考都考不过 那白白能来介绍一下唐代的科举制度到底是怎么考的 白白国文小教士 唐代的科举考试先要过近试科 但是近试科考过只算是门槛 还要通过一次历部考试才能算是进入试图哦 而且历部要考生、言、书、判 所谓的生呢就是你的形体五官 需要长相端正仪表端庄 所谓的言呢就是你的口语要清楚 讲话要流畅 所谓的书就是你的字要写得漂亮 所谓的判就是思路要敏捷 审判要公断 韩玉的历部考试没有考上 所以他不能够做官 因此他只能够去当凡政的小秘书 也就是幕僚 那韩玉做了好几年的幕僚 这时候他已经35岁啦 但因为他幕僚做的还不错 终于被人家赏识而得到了提拔 所以他这时才正式进入了朝廷核心任官 但是韩玉这个人讲话就是很直接 又不喜欢攀附权贵 所以他进入朝廷核心以后就被贬折了两次 那他的第一次贬折呢 是因为当时候发生了旱灾 他就上书批评那些权贵利用旱灾 从中剥削人民 那他的第二次贬折呢 这次就已经是历史上的大事件了 因为这次他直接得罪了当时候的皇帝唐献宗 那献宗这个人非常的喜欢佛教 喜欢到可能有点已经进入走火入魔的境界了 当时候就相传出土了一个佛的小拇指 那献宗呢 就想要让这个佛的小拇指 轮流在唐朝的各大寺庙祭拜 可是你们想想看啊 古代的交通又不是像我们现在那么方便 说运送就运送吗 这是一件多么劳民伤财的事情 因此韩玉就上书 乘上了一封剑淫佛谷表给唐献宗看 那那封剑淫佛谷表主要写的内容就是说 献宗啊 你看看那些历来迷信佛教的皇帝们都早死 而且搞的国家这么烂 所以迷信佛教一定会祸国殃民啊 皇帝一听当然超不爽的 他原本想给韩玉直接来个痛快判他死刑 但是因为有人帮韩玉求情 所以最后从宽才变成了是贬折 那这时候的贬折 韩玉已经五十多岁了 所以等于算是中年失业了 而且他这次贬折要去的地方是潮州 潮州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 有最多的就是鳄鱼了 而且鳄鱼还会吃百姓们养的牲畜 甚至伤害当地的百姓 那韩玉呢 在潮州最猛的政绩就是写了一篇忌鳄鱼文 忌鳄鱼文的大意就是在写说 鳄鱼们你们快滚吧 不然我韩玉就会把你们杀光光 那韩玉呢写完了饥饿语文 他还在河边摆了一个祭坛 然后在祭坛边就念他的饥饿语文 然后顺便念了一些奇怪的咒语 念完以后他就把他的饥饿语文丢到河里 诶没多久 后来鳄鱼真的慢慢的不见了耶 但是啊我一直觉得 韩玉一定默默私下去做了什么 但是不知道 反正后来潮州的鳄鱼就是慢慢的消失了 那如果以前啊在我高中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要排一个国文课本最不想嫁的男人前三名 韩玉恭喜你上榜了 因为如果从他的前半身看起来 会觉得他感觉好像是一个讲话很直接 然后态度又很刚烈的人 可是其实韩玉也是有他可爱温和的一面哦 当时候他贬折到潮州时 他的朋友柳宗元正在柳州 那两个难兄难弟就常常用书信来联络 韩玉就会在信上面分享说 他最近又吃了什么山珍海味 包括像是铲除啊蛇肉啊还是鸿鱼之类的 当时候潮州人都喜欢吃一些比较奇怪的食物 韩玉跟柳宗元时常这样子透过书信分享彼此的近况 可是其实他们两个在政治意见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柳宗元他是革新派的 但是其实韩玉他是保守派的 他在当时候是不支持永贞革新的 还有如果在思想上面柳宗元是很喜欢佛教的 但是韩玉他比较批判佛教的 因此他们两个人的政见跟思想其实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他们却是一辈子的君子之交 在患难之间还常常这样子安慰彼此 甚至在柳宗元死了以后 韩玉还亲自替他写了一篇木志明哦 不过韩玉的结局跟柳宗元比起来算是安全下庄啦 因为在换了皇帝以后呢 大赦天下韩玉就回到了长安 而且他晚年的官位还有他的政绩都算是还蛮平顺的 那最后他在57岁的时候也安详的病死于家中 那我们纵观韩玉的一生 他的刚强展现在政治上的直言感见 而他的温柔则展现在交友还有代名上的宽和 所以他的一生也算是符合他名汉字的刚柔并记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国文跟你想的不一样韩玉片 那如果喜欢我们这个系列的观众啊 记得帮我们分享点阅按赞 请不吝点赞